今天我們要來學一下怎麼看鼓譜 學打鼓之前呢 我們要先學一下怎麼看鼓的譜 鼓的譜很特別喔 它跟其他的樂器的譜不太一樣 怎樣的不一樣呢 它的標示呢 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鼓譜呢 每一家出版社出的不同的軟體寫譜 軟體去打出來的譜都會有可能會有些是不同的 所以我今天以Rosco的書本的鼓譜顯示為標準 來教大家看 為什麼有些人為什麼 鼓譜會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不像甘琴啊 其他樂器無限譜 高音的就是這樣看 低音就是這樣看 有固定的標記的方式呢 你留言給我我就告訴你 OK 好那我們先學一下鼓譜 第一個呢 我們要學的是五條線最下一格的 OK 它就是Bass Drum 但是實際上在譜裡有時候棍子 有些會出版社會喜歡把棍子朝下 也會喜歡把棍子朝上 這個都沒關係 就是在最下面一格的 就是Bass Drum教材的這顆 Bass Drum大鼓 好另外再上來一點呢 叫Flotone Flotone就是這顆落地中鼓 OK 落地中鼓 然後再上來一點的另外一顆叫 Medium Tone 中鼓 通常我們這兩個都叫中鼓啦 OK 但是Medium的話代表中間的中鼓 OK Medium的中鼓就這顆 好另外一個 High Tone 就是高音一點的 High Tone 高的 所以你看它的位置也一格一格往上 有沒有 最低的就是Bass Drum 所以它在最下一個 然後再上去一個 Float Tone 再上去一條線呢 Medium的Tone 中鼓 然後再高一點的中鼓 High Tone 再在最上面一格 好這個就是格子的鼓的 我們看完了 好那還有一個 Snail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顆小鼓 小鼓呢 就是在從上面算下來的第二個空格 五條線 有五條線 中間那條線 上面的就是 Snail 小鼓 小鼓 OK 好介紹完鼓以後呢 我們要看這三片東西 這個呢 叫做Ride Ride 就是它的顯示方式呢 會在五條線 最上面一條線 在線上面的 可以Ride Ride以後呢 再上去一點點呢 它再緊貼著五條線 在最上面的 Hi-Hat這個 另外Hi-Hat 因為它可以用腳去控制 所以它的Gip方式 還會有包含了 Open 它會上面有個圓圈的 就是Open 就是放開的 Half 就是不要全踩緊的 是輕鬆鬆的 全踩緊是 放鬆一點的 全放鬆 我再上去一點點的 然後中間被插了一條線 就是Crash這個 這個叫Crash 好 那再來下來一個 我們在鼓譜上面 才會看到這個 這個代表重複 就是代表說 重複前面那個小節 因為可能鼓一直重複 重複到為止 打三次 然後第四次才有一個過門 有一些些變化 那我寫譜要重複寫三次很累很傻 所以我們就會 比較方便就是畫這個符號 然後就代表重複 OK我就會知道這個節奏 是其他 後面幾個小節奏 一直重複這個東西 這要重複記號 OK好 這幾個就是我們鼓譜上面 基本會常見到的幾個 標示的方式 至於其他種呢 我就下一堂課再教了 基本上看譜就是這一節奏方式 planet effet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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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